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昨天没有个腾枪有声的陈情讯也好 他也在里面有理有哲地说出 他真的不觉得那次是犯法 是因为不知 简单地说 如果我们古语都说不知者 其实是不罪的 但是现在我们学会 原来这样是犯法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网友 有些网友会不了解 但是我认为我的网友应该过都很明白这件事情 西方界西八人 今天开始第二天求情 我先讲三项 代表吴敏儀 吴敏儀是谁呢 空姐 他参与航空业成立了工会 他接着慢慢慢慢就可能觉得是否可以做多些事呢 希望透过直选 透过这个初选 看看能不能在新界西里落户 得到足够的支持 就参与新界西的选举而已 代表他的大作用就是李志喜 他说 国安法在2020年的六月深夜生效 香港以前是没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 所以社会上也有人认为初选不违法 而这一宗是第一宗相关的案件 吴敏儀 没有犯罪记录及早认罪 求情信里面也都增诚深刻的悔意 他从未有意颠覆国家 或者初选里面落败 也都不是首要份子 所属的工会已经解散 不会再有重犯的机会 李志喜呢 形容吴敏儀参选是从事航空业 成立英航香港机庄服务员工会有关 因为希望用雇员的功劳得到认可 得到有认可 有尊严 有更好的劳工法 虽然他对公众的贡献 不够其他被告以议员身份 去服务大众那么直接 但是机庄服务员保障乘客安全 都同样是有贡献的 吴敏儀在求情信里面有强调 她的志愿呢 就是希望雇员 即是他们空中服务员 可以共享经济成果 从未想过入立法会 以任何形式颠覆国家政权 颠覆也不是她的目标 也不是她的动机 她是在被捕后 先意识到自己涉嫌违反国安罪行 感到震惊 她认为参与本案 是她人生最错的决定 日后亦都不会脱离政治 你只认为如果有三级法则的话 吴敏儀应该被归为其他参加或是积极参加 而她的参与程度是较低 人品亦都良好的 我真的不知道在这个时候 适不适合地说 她说她参与本案是人生最错的决定 在政治的观察里面来说是 但是 追错的决定又不代表一件错的事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吴小姐 有做错什么 你是去到被捕的时候 才意识到自己可能 涉嫌违反国安法 正如昨天 第一个被告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你明白吗 她说的 如果 如果 五件委 如果这么正趋觉着的话 为什么事件 立法之后 半年都不向他们 即是初选我们那次计会之后 不逮捕他们 根本 就算到现在 法庭 说 整天是斟酌 在一个审案的时候 整天是斟酌 究竟你们 是否 是否 一定要 一定要 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否定 这个财政算案 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他们打算用这件事去进 就算是没有差别 现在 今时 我对政治的理解 对经济 对法律的理解 没有差别 都没问题吧 有什么问题 没有差别 好了 否定 那个财政预算案 是否颠覆政权 没有 吴敏尔说 他没有想过颠覆政权 我也相信没有想过 颠覆政权 香港人有谁想过颠覆政权 香港人 在最后 都叫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 有谁是颠覆政权 如果人家要颠覆 就不用向你叫訴求 好了 被告谭海邦的代表律师 马维坤 提交了林超英 就是前自民台外长 的求情信 送入面 肯定 谭海邦 对环保意识的 持续关注和努力 除了林超英之外 谭海邦的同事 和其他选拟的街坊 也有赞寫求情信 赞扬谭海邦 在环保保育领域的贡献 马维坤大藏 就说 谭海邦 任职两届马湾区区 马湾 选拟的区议员 因为对法律无知 而犯下本案 就是没有办法 马大藏也要这么说 如果你说从法律角度 即是正式角度 不能说 马大藏我也认为 馬大藏也认为 马大藏也认为 他们被捕之前 肯定是犯罪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他还用这个 涉嫌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 很大件事 他说 谭海邦 視環保為首要任務 他參加初選是為議會增加綠色聲音 關注環保議題而不是顛覆政權 而且他及早認罪 加上他決定退出政治 現在也在獄中積極收睹關於管理的課程 他是西區得票最少的參選人 在初選入面落敗 新海西洋都尊重 真是知道這些麻煩法 人氣較低 所以他應該被歸類為其他參與者 而不是積極參與者 馬大壯提到 在環額期間 譚海邦的皮膚感染加劇 腳部皮膚已經潰爛 希望法庭因此被額外的刑期扣減 但是法官李雲騰則質疑 育中生活是否這麼難處理病情 又說你成相的醫療報告 已經是三年前的資料 而法官陳慶偉 看完閱讀報告之後說 不夠嚴重 馬遺均說 馬遺均說 會盡快向法庭提交最新的醫療報告 你們是否更嚴重 我又不知馬遺均為何會提三年前的醫療報告 如果你們能夠更快和法庭提交最新的醫療報告 那你其實較早的時候應該要拿一些更新的醫療報告 但是這個法官陳慶偉 就說不夠嚴重 我覺得都非常涼薄 你想怎樣 你想嚴重到怎樣 是不是你們覺得 例如李韻騰說 域中是否真的這麼難處理病情 域中可能真的這麼難處理病情 有時我覺得是這樣 一進去處理一下便知道 有時我真的覺得 一定有機會 你這樣做 有時我真的覺得這樣 你可以因此扣減額外 或者不扣減額 沒有問題的 我真的覺得 不用這樣說話 人家求情也好 陳慶也好 給你一些報告 你不肯說話也無謂話 柯耀林的代表律師葉海朗 就認為柯耀林為人善良 樂於幫助身邊的人和輪尾 在社區服務了超過20年 擔任區元多年 是一位溫和保守的政治人物 他希望法庭把柯耀林視為其他參與者 即使法庭不接受希望他能歸類為參與到較少的直接參與者 因為柯耀林對公眾影響力低 亦都沒有在初選中贏到 法官則質疑相反說法 說被告曾參加初選論壇 進行選舉宣傳活動 並同意無差別否決預算案 又簽署了落物無悔的聲明 認為柯耀林可能不是最激進 但難以接受他參與程度是最低的一位 沒有人說是最低的 說是較低的 律師說 柯耀林初選的宣傳單張 主要是靠集中在民生議題而 而不是政治議題 陳情求情法官反應 現在他讀了八個 還有三十幾個 都不是有些認罪 還有幾個 十個八個 何時判案 你認罪都虛塵情 是 認罪都要求 求足是失人 如果是這樣說 認罪都虛塵情 求足是失人 但何時判案 何時判案 我也是要問 現在的進度應該是幾個 就是 老實說 我不知道 亦都因為我們做節目不方便 但做甚麼事 真是人在做天在看 其實都不用天在看 人都看到 這班四十七人 裏面有很大部分 我有一些不認識 有些我簡直覺得是 幾乎你 真是老老實實說 但這宗案 去到這一刻 我也是非常難以接受 犯甚麼法 你說幾個 初選協調 現在不是初選協調關係 現在你要無差別 這樣就說 差不多 差不多是一個籌碼 和你談判 你特首 有理由 《基本法》為甚麼要寫這件事 在這裏 談判 即是跟肩覆政權 是很相似的 基本法寫這件事 在這裏 至少 某程度肯定了 人民的聲音 你是要聽的 不能夠讀斷讀行的 因為他們如果要否定你的財政預算案 要再選回去 特首可以解散議會 再選回去 有mandaid 一半是 功能組別 一半是分區直選 功能組別 是共產黨說的 特區政府說的 一樣有mandaid 那就多拿一次 都可以多拿一次 那邊就不要說 然後 你就再提到 財政預算案 或者 你是一模一樣的 人家過了 原來的mandaid 是同意的特首 過了 就OK 原來 是過不了 之前你了解到 原來這班民意授權 原來都是不滿意的 你不想辭職的 你也可以 大家可以 compromise 協調一下 於是 令到你不能夠 毒奪毒恨 是大有被益 這件事情 你想想 如果 四天 在這個 反送中條例裡面 我們能夠啟動到 這個機制 這個 不是財政預算案 如果我們有超過 一些議員 比如 共產黨怕什麼 就好像當年 遇到他們 不虧總辭 你總辭再拿mandaid 進去 然後都是過不了 這個 送中條例的 那你的特首 都會聰明 那就不會這麼多事 這次 其實是正正正的 令到社會 這中的大撕裂 而是一個 潤滑劑 修補劑 但現在我們學了 總之 但我們學到什麼 我跟著《基本法》都會犯罪 那到底是怎樣 這是怎樣 我究竟會有什麼 我之前四十七人被捕被控 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時候 我們先看看 始終的針法例是怎樣 現在暫時我還未看到 或者等到他酷刑的時候 說法官被判辭的時候 我們才學習到 否則基本法會列明 明天繼續 拜拜